3月21日 美国司法部和来自加州新泽西州华盛顿特区等16位总检察长起诉苹果公司 指控该科技巨头违反反垄断法 阻止竞争对手使用iPhone上的硬件和软件功能 这起诉讼标志着长达5年的调查有了阶段性结果 诉状指控该公司拒绝支持跨平台通讯应用程序 限制第三方数字钱包或非苹果智能手表 阻止移动云流媒体服务 2019年特朗普政府启动对苹果的反垄断调查 众议院2020年对四家科技巨头的调查发现 苹果在软件发行方面具有垄断地位 该公司向应用开发者的抽成高达30% 从中赚取了巨额利润 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包妹 海运巨部福茂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赵安吉 二月驾车落水溺币 德州布兰科郡警长办公室3月20日公布调查报告 称赵安吉的死是起不幸事故 毒理学检测报告显示 他的血液酒精浓度为每100毫升0.233克 接近德州法定上限每100毫升0.08克的三倍 赵安吉2月10日与有人相约一处农场共进晚餐 享受周末假期并在客房用完晚餐之后 驾驶特斯拉返回主屋 没想到他的友人安排凯南 傍晚11时42分接到赵安吉电话 得知赵安吉车子落水 受困车内在这通持续约8分钟的电话中 赵安吉透露水位不断上升 还向好友道别 报告表示 警长办公室调查员观看了现场的监控摄影机 影片显示招驾驶的特斯拉向前冲了一下 然后倒车越过石灰岩气墙 在当日晚间11时38分左右冲入池塘 马斯克旗下脑机接口公司 Norolink3月20日 披露了首位脑机芯片植入受试者的最新情况 并表示这位四肢瘫痪的男子已经能够使用电脑通过一年玩游戏和下国际象棋 受试者诺兰阿尔博在直播中一边移动棋子一边说 如果你们都能看到光标移动 没错 那就是我 这很酷吧 阿尔博描述了自己如何学习使用脑机 我会尝试移动我的右手向左向右向前 然后从那里开始想象光标在移动 阿尔博八年前在一次潜水事故中脊髓受伤 肩部以下无法活动 他在2024年1月接受了大脑芯片植入手术 阿尔博说 他觉得自己很幸运能成为Norolink首位测试者 他已经改变了我的生活 中国国家统计局3月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2月份青年失业率上升 2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 为15.3% 高于1月份的14.6% 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25至29岁劳动力失业率 为6.4% 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30至59岁劳动力失业率 为4.2% 中国去年青年人群失业率飙升 国家统计局此前一度暂停公布16至24岁人群失业率 中国政府随后修改统计方法 新的统计方法剔除了寻找兼职工作的在校学生 仅已离开学校 进入社会 寻找全职工作的青年为统计对象 中国国家统计局官员说 新方法将寻找兼职工作的在校生与毕业后寻找全职工作的年轻人区分开来 能更精准监测青年就业失业情况 不过 也有分析说 将在校学生完全排除在青年失业率统计范围外的做法不符合国际惯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集图 Christian 本期代 顺恺 circle